黄马取胜今日凌晨4点,新赛季甲连赛首轮的一场照亮,在黄马主场博纳乌展开,这是黄马新帅洛特佩吉上任后主场的正式首秀,也是后塞罗时代球队主场的新面貌,正当人们担心欧超背后黄马一决不证实, 银河战剑今夜很好的完成了节目首秀,黄甲马德里凭借着贝尔与贾瓦哈尔的进球,在主场并不许任,第二比零战胜了对手赫塔贝,赢得开门红,虽说结果好在,幸不如你拿到三分,但是赛前很多球迷们都对这只黄马失去了耐心,这场比赛的上座绿创队19年来的新低,恰好这九年正是斯罗效力的期间, 这到底说明什么?相信不用我多说了吧,贝尔进球后斯伊罗时代的黄马何去何从,至少这场比赛算是过关了,但毕竟只是漫长赛季的第一场,后面的比赛才是真正的考验,欧超背书给马进后,也从侧面证明这只黄马虽然实力还有,但关键时刻还是会显得有些无力, 今天的胜利可以让黄马主帅暂时松口气,但洛特佩吉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,赛后洛佩特吉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谈到了自己对于球队的看法,并且直言对比赛过程和结果都满意,至于未来他很信任自己的队员, 洛特佩吉谈及今晚的比赛,洛特佩吉说,我们试图能够控球,最终我们做到了,而且还打进了两立进球,没有给对手什么机会,能够利用的空间黄马都没有浪费,我希望黄马能够成唯一无知攻守均衡的球队,这是我们获得记载冠军的唯一方法, C罗德离开一直是外界和球迷门为黄马前进担忧的地方,因此在新赛季联赛冠军及欧冠的争夺中,黄马不被人所看好,为此洛佩特吉说,我们拥有很多高水平球员,也有很多球队羡慕我们的阵容,我作为主帅只是希望能够激发出现,有球员的最高水平,但演员并不是我的工作。